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什么性别 什么背景 都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生命更新 继一年读新药灵修之后 邀请你一起纳志 和35位目者用三年时间 每日用圣经的旧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一起实践旧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以赛亚书来到这里的焦点 将一至十一节的末世论 转移到十二至三十一节的创造论 这个神学主题的转移 是为了要保证 被老的人 一定会回到目者的这个信息 是会应验的 赐下这个应许的不是其他人 而是爱我们的那位上帝 而是爱我们的那位上帝 他赐下这个应许 让我们知道 凡是有缺乏的 他都会供应给我们 当我们软弱的 他也会赐能力给我们 是我们开始灵修之先 让我们一起的去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让我们时刻都记住 当我们缺乏的时候 你是会给能力给我们 当我们迷逃的时候 你是会带我们回来 让我们经常都是能够 活在你自己的旨意里面 让我们都是尝存着 顺服你的心 愿你继续去开启我们的心 我们多谢你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的祈祷 靠赖我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以赛亚书 第四十章 以色列的上帝无可比较 谁曾用手心量珠水 用手虎口量仓天 用星斗圣大地的尘土 用称称山灵 用天平称江灵 谁曾测读耶和华的灵 或作他的谋事指教他呢 他与谁相议 谁交道他 以公平的路指示他 将知识传授于他 又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 看呀 列国都将水桶里的一滴 又如天平上的微尘 看呀 他举起众海岛 好象举起极微小之物 黎巴乱不够当柴销 其中的走兽也不够作凡制 列国在他面前 如同不存在 在他看来 微不足道 指示去控 你们究竟将谁给上帝 用什么形象与他相较呢 至于偶像 像人铸造他 银像用金纸包裹他 又为他铸造银链 没有能力捐献的人 就挑选不宜有坏的木头 为自己寻找考像 说立不会倒的偶像 你们豈不知道吗 豈你曾听见吗 难道 没有人从起头就告诉你们吗 自从地的根基立定 你们豈不明白吗 上帝坐在地的穷龙之上 地上的居民有如诈猛 他铺张穷仓如万子 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 他是郡王归于虚无 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 他们刚栽上 刚更好 根也刚扎在地里 惊他一吹 就都腹干 船风将他们吹去 像衰迦一扬 那圣者说 你们将谁与我相比 与我相等呢 你们要向上举目 看似谁创造者万象 按数目领出他们 一一清其名 以他的权能和他的大能大力 使他们一个都不决 雅各亚 你为何说 以色列啊 你为何言 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我的冤屈上帝并不查闻 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岂未曾听见吗 永在的上帝耶和华 创造地极的主 他不疲惑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无法策当 疲惑的他次能力 软弱的他家力量 就是年轻人也要疲惑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申得力 他们必如应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惑 在以赛亚书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得到 以赛亚先知 用很强烈的口问去告诉大家 无论在宇宙上面 还是在人类的历史里面 上帝都是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与他比拟的 所以这段经文的信息 他的核心就在于 藉着上帝创造的全能 来到去振服被老者 那些不必要的质疑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能够看得到 我们能够看得到 整段经文都充满着 雄辨的技巧 藉着这些雄辨的文笔 让我们都醒觉到 上帝的威严是多么的伟大 上帝的全能 也都是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比拟和质疑的 在第28节 以赛亚先知就更加强调 上帝是那位永在 全能 智慧无法测度的上帝 以赛亚先知这样写 他是真的要强调 上帝就是那位永在 全能 智慧无法测度的上帝 他和嘉南诸神是完全不同的 当我们看到这位上帝 和其他的诸神不同的时候 那就可以令到那些 一直都对上帝旧熟的能力 有疑惑的人 可以藉着重新认识这位上帝 重新等候这位上帝 而重新得着力量 不知道有哪一位能够将地球上面 所有的国家都能够一一地去数算出来呢 当我这样问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这个世界 这个地球的确是很大 在这个地球的版面上面 甚至有多的国家 我们都未能够一一地去背众出来 不过 今天以赛亚书的经文 就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看得到 经文里面说 列国在上帝的眼中 原来都是很微笑 原来都是不存在 甚至原来都是很微不足道 当我们觉得世界之大 令我们要学很多的东西的时候 原来在上帝的眼中有另一个看法 就正如在新约中 当法理赛人要求人 去遵守很多人的律法 和传统的律例的时候 原来上帝是不接纳的 他宁愿接纳一位瑞利的祷告 因为那位瑞利说 主啊 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这位瑞利知道自己的软弱 所以他连举目望天都不够胆 事实上 当以赛亚书里面记载着 列国在上帝的眼里面 都是不存在 都是微不足道 和都是虚空的时候 我们人会在地上的自我膨胀 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耶稣才说 凡至高的必会降为悲 上帝需要我们的 不是我们那个自我膨胀的生命 祂需要的是我们真实的生命 祂需要我们回归我们真实的生命 在这个真实的生命里面 有我们的软弱 也都有我们的伤痕 而慈爱的上帝 就正正要借着耶稣基督 去拥抱我们这个真实 有软弱 而又有伤痕的生命 当我们愿意回到上帝的拥抱的时候 祂就会借着以赛亚书所应许我们的 皮佛的 祂会赐能力 软弱的 祂会给力量 真的 单靠我们自己个人的力量去冲去厂 就算是年轻的 都会皮佛困倦 强壮的 都会全然跌倒 因此 就让我们在这个时候 重新去仰赖上帝对我们的带领 祂一定会使到祂的子民重新得力 祂会将我们抱去祂自己的怀抱里面 祂会亲自地 将至今卑微的人去升高 使得我们都能够会在祂的怀抱里面 当我们会在祂的怀抱里面的时候 祂就会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 让我们虽然奔跑 但不会困倦 虽然行走 但不会皮佛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身得力 它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它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皮佛 二塞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 作词